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 是我的终身置业 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 报道不作假,评论无语词 编辑下文二约,上天难熄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全奸卖港实录 一书内容传以事实为准成 几害年春夏之交 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百万港人上街抗议 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逆潮流移动 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忽释警察濫权,濫暴濫告 愤怒的年轻一代拼弃和理非,以死相扶 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 警察禁止集会游行 勇武抗争无日无之 香港政府是和,北京当局重欲养恶 波兰撞阔的反政府运动 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 庚子年初,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 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倒行逆施 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 5月下旬,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 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 香港管治由专权顺至暴政 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 香港的全族浪漫,缺于俄境 为了彰显公义,情前庇后 我们出版《夏文易药》上天反戏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间卖港实录》一书 在当权者散改历史之前 将卖港权间的饭行记录在案 这是文明与野蛮 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 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 转型正义运动 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刑事、道德 责任的参考之了父 编著者,王毓民 毓民新书《夏文易药》上天难熙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间卖港实录 屏装版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 传书四色印刷,516页 大家可以亲临普罗 又或者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屏装版每本港币190元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地有正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时事评论 所以还在咳嗽 这几天天气会暖回不少 暖回就咳嗽少了 但早几天冰了 香港这些叫什么湿洞还是不是湿洞呢 为什么相对湿度这么低的时候 又说是湿洞呢 其实因为香港始终是沿海的地区 它一冻起来吹风 连带海风其实是有点湿湿的 怎样相对湿度低 都好像特别冻 尤其是在海边居住 或者在平原居住的人都会冻到痴痴 我今天做了一个新发型 大家见不见了 Taxi Driver Taxi Driver 上镜也是不一样的 可以的 这样也不一样的 不错 有些好像肥了 我觉得MyRadio的镜头拍得有点肥 首先第一个呼吁 呼吁大家继续支持MyRadio 大家订阅MyRadio的YouTube频道 另一 채订阅后 我们要记住 Corporation 按旁边的锵 有色彩的按材 按下锵 有点点 可以记得按着锵 无论男女 大家要按锵 完全记得 按锵 按锵 才有推播 才會有一個通知 我們有直播 又有好東西看 所以大家要記住 要按鈴鐺 我發覺香港的 因為這段時間 自從上個星期 拘捕了一大堆參加初選的人 開始 今個星期也有相關的 拘捕行動 據我一個朋友對警察部的了解 都是問問問 聽聽聽 這個拘捕行動是不會停的 在短期內是不會停的 為何會問到這樣的問題 其實都是我的同事關心我 因為覺得 阿冬你需不需要 大家要不要 走一走 我就說過很多次 我暫時沒有這樣打算 也不會就這樣走去 而且要怕都怕不來 對 而且要怕都怕不來 所以為何要講這些呢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因為現在只剩下香港 坐在香港開麥克風的 時事評論 或者網路的時事評論 已經不多了 以前百花齊放 很多人都會拍一些視頻 正正因為國安法的問題 因為看到現在的所有拘捕行動 其實可以說是任捕 怎樣都會捕到 所以 只剩下香港的時事評論 或者是 好像賣Radio這些網台 其實已經是賣少見少 而且即使有在 那個感言的程度 跟你一兩年前相對 都沒有可以做一個比較 還有現在全面的網台 什麼叫全面的網台 真真正正是一個網台 是一至五有恆常的節目 一些這樣的網台 在香港沒有了 其實已經沒有了 我想說 在香港好像我們這樣的網台 D100不算 它只是電台 不算D100 其實只剩下Radio 老蕭那裡的迷迷都沒有 沒有了一些恆常的節目 很多的台 甚至是一些 以前都彈花一宴過的台 其實都沒有什麼 現在嚴格來說 都是一些 單天保子專節目 啤梨晚報不叫一個網台 其實啤梨晚報可以 啤梨晚報 它是一個網台 它是一個網台 是一個節目的網台 不是說有不同類型的節目 當然還有MIHK 以前我有份創辦的 MIHK是沒有份的 低俗我才有份的 免得那些人又不開心 其實現在賣少見少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不知道 賣Radio到底捱得多久 有時候真的 我會跟台長聊一下這個問題 或者跟毓民都有聊過這些問題 沒有的 真的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賣Radio 當然每個月的課金支持很重要 亦都在YouTube的頻道 大家記住要訂閱 還有要按鈴鐺 這些東西都是相當之重要的 因為就算你問我阿東 我都不知道我做到什麼時候 真是很快 我們都知道可能 那個言論已經不斷地收緊 我們看到 今個星期也有被捕的個案 也是有王國彤律師 也是區議員 被拘捕 所以說她是涉嫌 跟12港人案有關 跟12港人案有關 先讀一段新聞 這是14日 14日 就是昨日的新聞 警方的國安處 今早採取行動 即是昨天上午 離開時時 王國彤律師 向現場記者高呼 民主法治 人權堅持 香港人不要放棄 警方消息指出 預料被捕人士 昨天會被扣留調查 暫時不會安排保釋 除了王國彤被捕外 何傑宏 即是一位知名社運人士 知名社運人士 很美女 即將都是嫁給誰 嫁給岑武輝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這些八卦 何傑宏的母親 都有份被捕 總共有八男三女 介乎18至72歲 其中一名被捕者 也是中學生 到底 他們干犯了什麼的罪行 我們真的資料太少了 不知道 其實彤叔 有沒有牽涉到 真的 在內 但是我們看到 現在 例如 今天其實也有一個 拘捕的行動 就是被捕了 在前年 2019年的 11月份 就有一個人 就在橋上 被人淋火水 中火 那件事 當然 那兩位 那兩位 其實已經 潛逃了海外 但是 她是拘捕 那些 車過她的人 就是幫她 訂機票去走的人 就是拘捕這些人 現在我們看到 整個 整治 可以說 白色恐怖的整治行動 是繼續的 也不知道 他拘捕 無可拘捕之後 就不知道會拘捕什麼人 當然 王國彤律師 亦都很熱心地 幫助很多被捕的社運人士 一直以來 他的努力 是有目共睹的 雖然 有些八卦花邊的新聞 就是根據 另一位知名的社運人士 梁甘甘 她說過 王國彤對小弟 也有些批評 在報紙上教主送 又說去選立法會 當時我聽到這樣的 她對我這樣的批評 我當然是不開心 我沒有很憤怒 她說得對 但我也沒有很不開心 不過這段花邊新聞 我告訴大家 其實我本人 不是真的認識她 例如有幾次 在警署門口 等一些被捕人士 放的時候 會撞到面 在社運場合都見過幾面 不算認識這位人士 但是她這次 因為牽涉這個協助罪犯 而被國安拘捕 我覺得都是相當之 令人震驚 其實不算是震驚 也都覺得 希望她可以沒事 據聞她剛剛獲得保釋 是扣留了大約二十多個小時之後 就放了她 但是 都三十個小時 都三十個小時 即將會面對一系列的訴訟 或者一系列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 就是無論國安也好 政府也好 其實已經是不斷地 就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作出深刻的清算 大清算 也都對整個反對派的光譜 或者是非建制的光譜 也都是下重擊 下重手 似乎是想斬草除根 希望連所有的反對聲音都會消滅 但是 你這樣 我只是說過無數次 你這樣去消滅所有的反對聲音 是不是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呢 不是的 我們看到你一直這樣做的時候 也有87%的年輕人 是完全不信任政府的 那麼這些問題 你深層次的問題 你不去解決 結構性的問題 你不去解決 是不是 那你是一直會與民 是越走越遠 你是修補不到的裂痕 修補不到社會的分化 修補不到社會的裂痕 這件事 不是你滅了所有的聲音之後 你就 你想想天天太平是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 稍為有知識 不要說什麼 不要說良不良知 是稍為有邏輯思考 稍為正常的人 都知道 你這樣繼續 拉人下去是沒有意思的 是解決不了是 暫時你可以收到一個 得到一個即時的反應 好像大家都很難聽 很聽話 但是這樣 又是否真真正正解決問題 本身呢 我想他根本沒有打算去修補 你看到他們 自從國安法立後 一直的處理 都是繼續的高壓 不斷地增加的高壓 社會裂痕 基本上的方向就是 你就在裂痕裡生活 信我者倡亦我者亡 你不聽話的 你就踩到裂痕的深處 聽話的就收回你上來 那你就繼續做一個 信民 基本上 你其實不要說 香港 甚至乎 美國也是這樣 美國的撕裂 他們會去 嘗試修補嗎 我很悲觀地看 基本上一定不會 所以是一個不修補撕裂 不解決問題的社會 即是全球化的 全球化 那會怎樣呢 那會變成怎樣呢 社會 整個 Humanity 會怎樣呢 全人類會變成怎樣呢 是不是 那就是繼續 繼續極化 不是兩極化 是數極化 即是極化了一些 同溫層繼續保溫 繼續在同溫層裡面 所以大家其實 如果你讀人類學 或者讀社會學 其實這個 是絕對 應該值得研究的話題 即是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其實全球都是一樣的 在這樣的情形下 可以怎樣呢 但香港這個局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這個 可以說是 駱惠寧上任以來 交出一個亮麗的成績單 可以說是 在一個新的治港方略底下 其實交出一個很漂亮的成績單 是成功地止暴制亂之餘 還要把所有的反對派一次過殲滅 但是 這一件事 我們經常說 做人做事 其實有長中短線的 即是你做一件事 你有長中短線的部署 即是我看到的就是 其實現在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為求一個即時的效果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他沒有想過長遠的 是即時的效果 怎樣叫沒有想過長遠呢 通常你想過長遠的政策就是 你做完那件事 你會follow by一些長遠的政策 去鋪一些路 如何修補回這件事 但我們看到是沒有的 就是很急於求成 完全是妄固任何一切 在香港恆之已久 恆之有效的一切季度典章 現在是完全不理會 即是完全不理會你怎樣玩 總之我說怎樣玩就怎樣玩 是不是 我理得你怎樣 我理得你那群人怎樣反彈 怎樣不滿意 你那群香港人怎樣 現在就是這樣 他根本是不理會你香港人的 你不滿意拘捕 走 要不走 要不走 現在問題是 走也不能讓你離開 是不是 即是現在BNO的問題 是吧 走也不能讓你離開 即是現在是 去到是這樣的 即是完全我當你死 我現在是 雷厲風行重新管治 所以你問我 我見不到些什麼 會有好轉的 或者不是好轉 即是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 的轉機 所以我們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大家 我們香港人 其實是活在 一個新的常態下 一個新的香港 一個新的香港 新的制度 要摩你擁抱它 要摩你就拒絕它 要摩你就走 要摩你就 要摩你就 你只能夠 重新習慣 這個新常態 所以我看到的 就是現在的香港人 其實 真是 你 你 對你無禮的希望 其實不會有任何期望 就是早幾天 我真的跟一個 比較藍絲的人 在那裡聊天 叫做對話 當然他不是年紀很大的 只不過他為什麼是藍絲呢 就是因為他家人 都是 就是有朋友 是當差的 所以他就是一個藍絲 但是當然 他不是激烈那些藍絲 就是你 你極其量 可以叫他做淺男 那 就是這個淺男 是那晚 全晚就是 一路數落這個 林鄭月娥的不是 一路繼續說 這個政府到底有多廢 這個政府到底有多廢 其實現在 政府的那種無能和失效 其實可以說 已經是一個全港性的問題 你如果不正視 你不去改善 不去正視 或者不去換人 其實你是很糟糕的 一路搞下去 其實這件事是沒得搞的 沒有的 你發覺沒得搞下去 即是現在 我們香港是 其實其實比大陸 絕對是 比大陸 那種的自我審查 那種的政治掛稅 現在我們彷彿就是 活在一個以前 好像文革式的世界 所有東西要政治正確 所以 今個禮拜其中 另一段新聞 就是 這個公務員要宣誓 即是以後 所有公務員都要宣誓 那一段新聞是怎樣的 即是我覺得 這裡有 這裡有 我選擇一讀 公務員事務局 這是今天的新聞 今天就向各個政策局 及部門發出了一個通告 要求所有在2020年7月1號 之前受聘的公務員 必須簽署聲明 擁護基本法 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要求公務員 四個星期內 簽託及加回聲明 當局表明 如果有公務員不理會 或者拒絕宣誓 會令人嚴重質疑 是否願意承擔這些基本責任 就說會逐一考慮個案情況 決定是否終止聘用 另外 其實這個通告裡面 也有附件 列出幾種 構成違反聲明的行為 即是他有實際的指出 他就說 指宣揚或支持港獨的主張 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 尋求外國或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 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 都均屬違反聲明 附基也指出 嚴重違法行為 包括以暴力行為、擾亂治安和公共安全 以不法手段在社會上進行選外執法機構的執法能力和聲譽 借以動搖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施政行為 或明知或罔顧後果地 在社會上鼓動違反法律的行為 或參與 旨在動搖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組織的活動 皆屬違反聲明 那即是什麼 即是說 所有現在全香港的公務員的言論自由 是完全被禁止的 他沒有自己的一個 不可以再表達他個人的政治立場 他做得政府工 一定是要宣誓 是要宣誓 不只是擁護機構法 如果你看回附件 其實他可以發表 例如 他是不可以發表 參與 旨在動搖特區政府管治 或施政組織或活動 跟階屬違反實言及聲明 我們看見 很好笑 然後他出來解話 不是 你參加和平示威就可以 但是和平示威裡面 會叫林鄭月娥下台 會叫局長下台 如果這句叫局長下台 叫林鄭下台 其實也不行 那你動搖了管治 對 所以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看到公務員 所有公務員日後 其實這個所謂的宣誓 就是禁止了你 再發表任何的有關政治意見 當然 所謂的公務員政治中立 是已經蕩然無存 為什麼這樣說 什麼叫政治中立 是你不分政治的光譜和顏色 是繼續扮理你的公務 簡單就是 如果我是一個社署 去負責審批一個中援的個案 我可能是一個藍絲 我都不可以說 有兩個個案 我優先處理藍絲 而不處理黃絲 這個不行的 這個就是 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為什麼要政治中立 你抄牌的 你不能說 你黃絲我多抄兩張 你藍絲我不抄你 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件事 現在其實是 為什麼公務員 更加比普通市民 更加沒有去表達 他政治訴求的權利 其實是近乎 不能夠參與任何遊行 你說 那你民陣搞那些 最和理非律 你民陣搞那些遊行 其實你都是說 你是不認同的政府 要政府的官員下台 甚至是 停止一些政策 那你是不是動搖那個管治呢 其實是動搖的 同任秘書長楊何培恩 他竟然說 聲明不會影響公務員的公民權利 公務員行使言論自由和平集會 及自由結社等的權利 是要符合責任和要求 他指一般公務員 只要符合規例及公務員守則相關規定 可以參加合法及和平的示威遊行 亦都可以履行職務以外的時間 以和平方法表達個人意見 但須確保意見 不會與職務產生衝突 公務員在履行工作中提出意見 以及透過公務員工會 以政府就公務員生成福利待遇 不受影響 那其實 怎麼會不受影響呢 我真的不好 只是讓你去示威 要求家人工便可以示威 要求改善公務員待遇便可以示威 要求多吃飯十分鐘便可以示威 是不是這樣呢 一切與政治有關的事情 現在公務員都不能夠表達 所以在這件事裏面 完全違反了一個人權 完全違反了人權法 也違反了基本法 在這件事裏面 不是不讓你宣誓 其實宣誓是正常的 就是效忠政府 擁護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些是正常的 但是現在那個附件出了事 魔鬼在細節 魔鬼在附件 通常魔鬼在細節 就是這些細節 你這樣困死了的時候 任何公務員都不能夠表達訴求 你試一下在Facebook寫一段 不行了 真的不行 完全違反了這個聲明 那你怎麼宣誓 你可以選擇宣誓不宣誓又不行 他說你可以選擇宣誓 你可以選擇不宣誓 不過你不宣誓 我就會… 嚴重質疑是否願意承擔這些基本責任 那就是要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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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宣誓你 那你整件事 弄出來 那就是說 你不一定要宣誓 你現在是多少政治化 就是你的聶德權 你竟然還可以說 公務員履行公職 不受本身政治信念等的影響 他說 他只是支持一國兩制 在履行公職的時候 保持政治中立 不受本身政治信念或政治聯繫 所影響盡中職責 但你的問題是 你現在就是保持不到中立 那你擁護政府也是一個立場 但擁護政府又沒事了 但擁護政府又沒事了 是啊 你只是說立場 你好像就是說 例如之前試過有些區議會 可能開會 然後你的警察代表 不是拉隊走的 其實你已經在藐視區議會 不行了 但他們是可以的 那算不算一個政治立場 是不是 即是在一個區議會上面 一些民選的代表 是不是 在說一些跟政治相關的事情 政治是跟民生和生活 是物不可分的 你怎麼可以把它強行分開 好了 在一個區議會上 關乎一些政治的話題的時候 你其實是 然後你是拉隊走 其實你就在表達一個政治的取向 是不是 那哪有公務員政治中立 沒有的 所以這件事 所以以後所謂的公務員政治中立 什麼東西這些 全部都是bullshit 這些東西不用再說了 是不是 那麼 也都 香港底 就先穩食為先的 我們都不會 預計會有些公務員 有什麼情形發生的 都不要緊的 你要穩食 難道你經常都有一句 你養我 你能做這份工 那些事情都一定要跟手 就是跟你 不過我自己覺得 在這件事上 是相當之不合理的 不是要你宣誓不合理 是一些細節條文 這樣去誇死你 就真的不合理 有些當然 你說是要什麼暴力 又說要違法 其實就是不行的 那當然 那些本身都可能 是乾犯了一些刑事罪行 或者是一些國安的法例 那這個當然是不行的 合理 不過又這樣說 有些法例 你是一些惡法 那你反那些惡法 例如 我胡亂舉例 那才算 就是你要打下公安條例 都是明日大禹 那你不希望有那些法例通過 那你去反它 那你其實都是 都是入於違反 不過算了 所有公務員 好像2019年的公務員大集會 就不用想了 不可能會再出現 那個也都成為了絕暢的了 我覺得是 也都是沒有辦法再 好了 那麼 除了當然 除了這個 什麼都政治化這件事 其實還有 就是 就算一個所謂的 獨立的法院去判案 一個在法庭上面 都有沒有政治中立呢 就是沒有的 我們知道沒有的 那麼在這個星期 一個煉錦雄法官 就在他的庭上 就因為某一些旁聽的人 就戴上一些口罩 就是一些顏色的口罩裡面 印了一些字而已 那麼他就叫那些人 就要 趕他出庭 趕他出庭 要求更換 要求更換 要求更換那個口罩 那一段新聞是怎樣的呢 就說 有一宗案 早幾天的 四名被告分別 就是前年九月 在九龍灣淘大商場的 非法集結案 四名被告分別 承認非法集結 和商人五個控罪 那麼區域法院就聆訊 那麼主審的法官 就是煉錦雄開庭的時候 表示如果旁聽人士 戴上印有標語的黃色口罩 需改到視像庭 凌晨即是趕他出法庭 不讓他在那個旁聽 那麼煉錦雄指出 法庭不疑是表達政見之地 不希望法庭變成政治紛爭角力之地 他說 法庭並非就口罩款式和顏色 或對任何訴求作價值的判斷 法庭也都不會拒絕任何 因政治背景或宗教理由的人士入庭 他又說 法庭是不會考慮任何政治取向 即使是黃色或任何顏色口罩 亦都是一視同仁的 但是他身體很誠實地趕走那些人 所以 你煉錦雄 我不煉錦雄法官 我真的想問問你 你作為一個這麼資深的法官 人家對你法官的地位 或者對香港的司法還有信任 但問題是 你現在作為一個法官 你竟然說出一些完全邏輯 是前後矛盾的東西 那我怎樣對你這個法庭是有信心呢 是不是 我沒有質疑你的決定 但是你說的東西是前文不對後語 你是說的 你說的東西和你做的東西是不同的 你說的東西和你的決定是雙違背 現在是 你說法庭是不是表達政見之地好的 對嗎 對 對 那不希望法庭變成政治紛爭角力 對 而且 你不是並非就口罩的款式和顏色 對任何訴求作價值的判斷 對 沒錯 但是你 將他們說 你不可以容許他們在法庭 趕走他們去視像室 那其實你這個的判斷 你這個決定 其實是違反你說的那些東西 大哥 是不是 就是藍色的口罩你都不准 對 或者口罩寫著勁秋那些 對 再者 風林火山那些 是不是你不讓他們入庭 不知道 因為你這個報道就只是說 你趕了這幾個人走 如果 在當庭上有沒有人戴其他那些款式的口罩 我不知道 或者幫你立喊助威那些 幫這個控方立喊助威那些 那些戴的風林火山那些 是不是又是 又是不行的呢 是不是有國旗呢 是不是 例如 那些警察 剛剛說公務員政治中立 那你 你作為公務員 警察作為公務員 戴的那些風林火山 那些不知怎樣 那些藍絲的飾物 那 又行不行的呢 是不是又行的呢 是不是 其實你都表達政見 是不是 你都表達一種政治的立場 是不是 你不是 愛國的立場 其實 如果 根據香港法律的邏輯 就是 你有立場 是不是 根據他自己說的那些 所以 你就是 離譜 問題是 我不批評你的判斷 我也不是在批評 我不是在批評 你決定 我是在質疑 你為什麼可以前言又不對後語 是不是 還有 再者 一個人戴一個什麼顏色的口罩 又代表著什麼東西呢 就算他戴了一個有訴求的口罩 也都不代表他個人是有訴求的 那個一樣的訴求 他的手袖可以是批評的 我是刁文來的 是這樣解釋的 是不是 你要確認他 他真的有心去表達 這個是經過一個調查 以及一個法院的判決 你是要經過一個定罪的法律程序 你才可以verify 你要證實這個人 戴這個口罩 是來挑你練錦鴻基的 你要這樣才是一個法真的法治精神 大哥 這個才是我們認識的法治精神 而不是你作為大老爺 你 那裡還有一個區域法院 不是你的小校 是不是 你作為一個區域法院的法官 你是不是 你是不可以這樣妄下 一個這樣的決定和判斷 大哥 我不是在質疑你 是不是 我是問號來的 我是一個問題來的 穿那件衣服 就等於是 香港有沒有真正的案例呢 是有的 曾經有一個不知穿什麼的衣服 是不是在表達一種示威呢 就是戴一個顏色的口罩就是一種示威 這些顏色 什麼都有的 有黃有黑 有藍 什麼顏色都有的 是不是 我公司做的口罩有十種顏色 那是不是 那些黃色的要放在一邊 是不是 黃色遮不准擔 那下次怎樣 黃色衣服不准穿這樣 什麼時候 香港是變成顏色有罪 是不是 我不是在說你哪個光譜 現在顏色是不是有罪 我是在質疑這件事 所以送你一個 九品芝麻官的對白 練錦鴻很大官威 他一向都大官威的 練錦鴻是何許人也 我一會兒回來跟大家講一下 好啦